來邀請一下那個青年佔領政治的 的人 應該是那個顯易哲跟邱柏惟 是 喔 對 來 我們這個年輕人 他要要求什麼 要求他要選舉 二年港到十八歲 港到十八歲 好去囉 國民黨 百分之九十九十九九九要倒了 來 我們來邀請到 這個 這位是顯 顯易哲 這個是哪裡的人 你是哪裡人 我是佩奧拉 佩奧拉我這個姓 好來朋友 閉聽喔 邀請 顯同學來拜託你 來跟人講到 我們來人 青年 佔領政治三大訴求 感謝 好 來講一下 主持人 理事長 秘書長 還有現場所有的長輩 大家午安 大家好 午安 午安 我說實在 在這麼多事大人 後面在說話很緊張 好好告訴我 剛才你們兩歲的黑頭親的獨立啤酒來壓壓筋 不然現在很緊張說不出話 今天是世界人權日最重要的一天 在我們今天談所有人權裡面 其實有一個 有一種人權 他被邊緣沒有談到 叫做參政權 參政權其實 非常的重要 因為我們在看 不管是任何的議題 其實如果參政權有一個族群 他 lost 掉了 他沒有參與到裡面 很可能他的聲音就沒辦法被聽見 那我們常看到 台灣人民在很多時候 在政治的領域上 是處於相對弱勢的地方 落實我們的參政權 有很多層面的方向要來努力 青年佔領政治 這個小布隆東的組織 我們在做的事情其實有 兩個很重要的目標 一個目標 是要讓年輕人勇敢的去參選 讓年輕人來插情地 那第二個目標 是要透過 逐步的修改憲法 來讓台灣成為一個體制健全的國家 那這兩件事其實都很不簡單 那在我們第一件事情 跟大家報告 我們鼓勵年輕人參選 這一次 前前後後 有19個夥伴 投入了2014年的選舉 19的人 19的少年人 這次票來選 其實原本有很多人 原本 很有可能有七十個 但是到最後 要去登記的時候 還是有很多人害怕 在這裡我要說一個故事 我是一個朋友 在我 決定要從政的時候 其實我的家人 有很大的 反對感 我家裡都很煩惱 因為呢 我家的隔壁 我們家隔壁的房子 跟我們家長得一模一樣 可是他們比較衰 他們 他們家的所有人被官兵帶出去 然後那棟房子被強占下來 然後那邊變成官兵的宿舍 所以其實 從小的我們家的人 就對政府很害怕 從小我們家的人就告訴我們 政治不是什麼好東西 政治人物不是什麼好東西 你要盡 盡可能的去避免跟他們接觸 從小的就是這樣 那這個不是我一個人的故事 其實這種故事 在很多台灣人的心想 你都看得到 這種故事 你在很多台灣人的身上 你都感覺到 都聽得到 這是為什麼我們的老一輩 這麼恐懼我們參與政治 可是也要在這邊跟大家報告 我們還是有好消息 我們總共拿下了 一席政長 一席縣議員 一席市民代表 跟兩個里長 成績不算好 還不算夠多 可是至少我們證明了一件事情 參與政治 並不是那麼可怕的一件事情 參與政治 是有機會 來改變一些事情的 或者至少你可以得到一個 改變的機會 那青年佔領政治 我們推了三個訴求 第一個訴求 是18歲投票權 第二個訴求 是18歲參選權 第三個 就像剛剛講的 鼓勵大家參選 那跟大家報告很遺憾的 我在9月1號的時候 有去登記參選 我們澎湖縣 馬公司的市民代表 不過 這個 中華民國不會划算 他不讓我選 他說我才22歲而已 你才22歲 你才22歲喔 對你年齡未斧 喔 誰要那麼糟糕了 他說你年齡未斧 我不讓你選 那我們就來打官司吧 所以我現在還在跟 中選會 纏鬥 繼續的要打我這個 參選資格的訴訟 還在努力 我們很多夥伴也都在努力 因為在9月1號那天 全台灣很多縣市 我們都有夥伴去登記 那登記參選這件事情 在跟他纏鬥 其實 在這個選舉過程當中 我們是沒辦法參選的 很現實 沒辦法印在選票上 所以我也就發了一個聲明跟 我的選民道歉 我說 這個不叫敗選感言 這個叫缺選感言 不是我個人努力不夠 是中選會讓大家失望 那這個是我們 在這次參選當中 很希望大家去注意的一件事情 你可以看到 現在很多年輕人 騎出來 現在很多年輕人 是關心這個社會 上一個世代套一個帽子給我們說 我們是冷漠的一群人 可是你可以看到 其實並不是這樣子 還是有一些人願意行動 世世代代都有 不是哪一個世代特別的冷漠 那我們這世代年輕人願意 採取行動 要去關心這個國家 甚至要去影響這個國家的時候 你拿年紀這件事情去當作 阻缺他參與的門檻 是非常吊詭 我們來說 十八歲投票 十八歲投票 我們在跟很多人講的時候 人家就會說 十八歲 很年輕 沒什麼事 沒有出過社會 沒有經驗 你不會好好投票 不過我問一下問題就好了 在座有誰 哪一位十八歲到二十歲的年輕人 在過去你的一生當中 有投給馬英九一票的 沒有嘛 馬英九就不是人家算的 所以很現實的問題嘛 不是年紀的問題 去決定一個人成不成熟 成熟從來就沒有一個絕對的標準 這個問題很吊詭 但是他要你十八歲的時候 你要做兵 你要六歲 你要盡很多國家的義務 但是不給你任何權利 體貼豆瓣系 這就是我們現在的國家 所以 憲法一百三十條修正 把參選年齡跟投票年齡降到十八歲 是還給台灣人一個 基本的公道 還給這個世代年輕人一個 基本的公道而已 這不是一個什麼要求 很過分的要求 很大的一個奢求 但是講到十八歲 參政權這件事情 很多人就會有爭議 可是我們可以看到在國外 在十年前 德國可以有十九歲的少女 選上國會議員 他自己參加環保運動 參加十年的歷程 十九歲就可以參選國會議員 還可以當選 全世界最年輕的 在台灣 他連票都沒得到 23歲 在台灣可以選立場 在法國可以選總統 這世界屬性 那在這邊 最後這點時間 其實 青年佔領政治 接下來下一個階段 2016年要來 國會要改選 那我們能不能讓 這一次憲法130條修正的這個修憲案 成為下一次 國會 啟動的時候第一個最重要的法案 是我們接下來努力的目標 那當然 基層層面上 議員配合款 這些 理理口口的 基層政治的制度改革的事情 我們也會監督 那我最後用一小段話 來跟大家報告一下 我們的心情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在 佔領華爾街運動 他是一群年輕人 透過運用網路科技 發起的行動 來對資本主義做一個批判 那我們可以看到 在中東的茉莉花革命 是年輕人對獨裁政權的批判 現在香港的戰衆 台灣的太陽花 我們這個世代 已經掌握比上個世代 更有優勢的工具 那接下來 再來就是我們的事 謝謝 哇 顯利哲同學 你知道價格表的演藝雙 他的年紀要做你的老婆的過 你知道嗎 你頒布給我的看 我們看得這麼成熟 我們期待顯利哲 22歲 下一屆當選國會議員 澎湖之光 澎湖現在陳光復陳佩琪 過來就是顯利哲 加油 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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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